就是这辆车,抢进特斯拉的风头 骗局或革命,可能会颠覆全球的电动汽车市场 就是这辆车,最近在美国抢进了特斯拉的风头 它就是美国电车新势力Aktura 而且很有可能会颠覆全球的电动汽车市场 它的造型很独特 蝶一门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彰显豪华 而是为了降低风阻 整体的设计就像水滴一样 空气动力学所带来的能量 使用量是普通电动汽车的四分之一 它还是全球最便宜的,也是转化率最高的 太阳能汽车经过实测 一天可以转化64公里的太阳能电量 续航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够用的 它的车长就比特斯拉Model三小一点点 后排竟然能躺下一个人 目前有四个续航版本 25度电能跑400公里 高配的是100度电 可以跑1600公里 目前这款车是3万每天起步 大约在18万点 据说预定量已经达到几万辆 那么问题你更支持华为的问题M7 还是支持这款车呢 现在说下这家美国造车公司 虽然名不见经传 却有着天马行空的构想 它们不满足于依靠加大电池力度 增加内燃机增程器等方式来延长行驶里程 而是励志拿出一套终极解决方案 制造一辆无需充电的太阳能电动车 这家公司就是Aptera Aptera公司实际上并非电动车市场的后起之秀 最初成立于2005年 当时他们设想生产一款 每加轮汽油行驶300英里的插电混合动力车 要知道 在15年前 电池技术还远未达到今天的水平 充电基础设施也基本上不存在 在保持一定实用性的前提下 一辆超空气动力学汽车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前瞻的设计 无奈 步子卖得太大容易拉跨 公司在2011年黯然宣告倒闭 就在所有人认为Aptera业已轮为一个笑柄的时候 这家公司却奇迹般地在2019年起死回生 不仅如此 Aptera高调宣布推出量产车型 如今 Aptera研发的两款太阳能电动汽车 Paradigm和Paradigm家已经可以预定 其中 Paradigm售价为25,900美元 而Paradigm家售价为46,900美元 作为号称可以永不充电的太阳能电动车 其价格可以说相当实惠 这家初创公司声称已经取得了7000多辆订单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能实现交付中端客户 但总订单额已高达2.5亿美元 最新消息显示 新车在2022年开始批量投产 但可能要推迟到2023或2024年向客户交付 Aptera的最新量产车型是一款三轮电动汽车 外观看起来像是外星生物驾驶的交通工具 尤其是当夜色降临时 它看上去更加充满未来感 Aptera在希腊与众议为无意飞行 我们看到它们的产品就可以体会其中深意 这名字起得真是贴切 新车的造型更像是一架没安装记忆的塞斯纳小型飞机 新车前面有两个车轮 而后轮仅有一个 车身圆润修长 重心靠近前部 是一款双门双座车型 它的风阻系数只有0.13CD 即使是大众ID Space Vision概念车 梅赛德斯奔驰EQXX概念车与之相比 也相形建筑 此外 它还采用类似于一级方程式赛车单体可结构的碳 凯弗拉 亚麻复合材料的三菱质核心结构 使其车身重量非常轻 新车的180块小型太阳能电池板 光复能源采集面积超过三平方米 足以收集大量的能量 顶级规格的AFTERROR在理想状态下 每天可自发产生多达45英里72公里的续航里程 AFTERROR表示 消费者目前可以买到续航里程为250 400或600英里的车辆 甚至可以选择续航高达1000英里1600公里的电池 动力系统也有多种选择 包括夜冷电机 每台电机的动力输出约为50千瓦 零到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3.5秒 最高时速可达110英里每小时 177公里每小时 车门的开启方式采用OE门 看上去相当拉风 开着这辆车出门 回头率100% 新车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后视镜 通过一个摄像头和车内的两个屏幕 呈现后视影像 不过为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未来的销售车型大概率仍将安装传统外后视镜 新车内饰设计也极为简洁 与特斯拉Model三高度相似 除了方向盘 大尺寸中控屏和后视镜 以及两侧的后视镜显示屏 再没有其他多余的功能按键 座椅是头枕一体化的运动化设计 FPL不仅是一款永不充电的电动汽车 它的太阳能系统每年能产生比大多数司机 在道路上所需更多的电力 同时 它采用了与一级方程式赛车相似的安全单元 先进的安全气囊技术 以及由钢和铝等材料制成的 新能复合材料车身 乘客安全水平超越了当今市场上的很多车型 Active Era还具备L2级自动驾驶辅助 包括驾驶人面部跟踪 车道保持 自适应巡航和紧急制动等功能 Active Era在制造工艺方面也有所创新 据称 典型的电动汽车有300个关键的结构组件 而Active Era仅有4个 更少的部件使得制造更简便 使用3D打印技术能够减少劳动力和制造空间 并使Active Era能够根据客户需求 快速、廉价地进行扩展 以上技术的采用 使得用户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一辆新车 Active Era的高调付出足够吸引眼球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如7位客户 交付这款划时代的产品 有网友可能关心 这款车和中国电车新势力相比 谁更遥遥领先 它有哪些颠覆电动汽车的潜力呢 我总结了下 主要原因它是一款太阳能电动汽车 这可能是全球最便宜的 也是转换率最高的太阳能汽车 如果你的车位是在户外 而且阳光充足 甚至就能实现永远不用充电 而且它的空间还是可以的 目前呢有四个续航版本 25度能的能跑400公里 这是受得了 最高配100度电可以跑1600公里 这还有什么续航焦虑 关键的这款车还不贵 最低配的是3万美元 大约是18万人民币 一个美国的工人 几个月的工资就够了 最高配的也就是100度电版本 14万7千美元 大约是34万人民币 这和国内的电车新势力 比起来的话 是会太多了 这款车的预定量 已经达到几万单了 如果进入你的国家 你会来一辆吗